我们能不能回去 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 叫做 你未曾反抗的苦难 叫做认命 我觉得现在的意大利 有一点像一个月前的武汉 在面临当前意大利严峻的医疗状况 意大利 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华人 非常的恐慌 因为我们在网上 在电视上 在一个月前 已经看到了中国发生的景象 我们知道这个病毒传染的强度 在意大利封国前 在意大利全面停工前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已经停止了工作 我们准备好应对这场病毒 而现在意大利 死亡率高达7% 很多年长的华人说 我要回去 我不要死在这里 如果是你 如果你是他们的儿女 你会怎么选择呢 而现在网络上 在国内的同胞 充斥着辱骂 海外华人 诋毁海外华人的视频 说我们回国给国家添乱 所以今天我们想问 我们能不能回去 我们可不可以回去 我只想对那些诋毁 和辱骂海外华人的同胞说 不是每一个海外华人回国 都会隐瞒病情 不是每一个海外华人在隔离区 都会蛮横无力 我们本是同根生 我们的家人在那里 在中国每次危机时 第一个站出来的都是海外华人 在国家需要帮助时 每一次都是华人出钱出力 当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时 欧洲的海外华人 买断了欧洲所有的口罩和防护服 当我们得知中意停航时 我们把口罩和防护服 用卡车千里之外 送到法国 送到德国 运回中国 我们是同胞 中国强大了 我们希望我们手中的护照 是我们最后的骄傲 祖国派出医疗队来这里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和自豪 当国歌在罗马的街道响起时 我们每个人都热血沸腾 所以我们选择留下来 30多万的意大利华人 更多的选择留在这里 我们选择不给国家添麻烦 我们不求别的 只求同胞可以认同我们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走出国只是一种选择 和从温州走到武汉没有区别 我们回去是理所应当 因为中国是我们的故乡 感谢大家的关注